嗨 别人们 我是你们的蛙妹小甜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三月有了新工作的导演李默和编剧《游小影》 大家好 我是李默 高兴在这儿跟大家聊会儿天 大家好 我是三月有了新工作的编剧《游小影》 编剧您刚开始为什么会选择写殡葬这个题材呢 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比较关注生老病死的一些话题 然后刚好觉得殡葬业是可以覆盖这个主题的 就动笔去写了 导演 您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个剧本的呢 行业里的一个我的朋友推荐了游小师的这个剧本给我 然后看到了以后就觉得想表达的东西 讲述的方式 关注的人群 以及这个故事涵盖的话题和主题都有很强的顾名 所以就很开心地想约游小师见面 评论和弹幕都觉得殡葬背景看起来蛮专业真实的 当时取材都做了哪些功课 我们首先先去各个地方的殡葬馆 请教在殡葬馆工作的工作人员 大约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薪资在于专业技能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然后他们用到的工具 然后可能会面对的问题 包括大家一开始对殡葬馆的刻板印象 就是有没有遇过鬼啊 或者是有没有不赶紧的东西啊 以及外人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些偏见 他们有的很年轻 00后 95后也有老师父 70后的 80后的 60后的都有 这些人普遍给我的感受是 他们木讷比较沉稳 别人听起来应该是很夸张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表达的都很平静 他既然的这个生死太多了 你就看到一个这个非自然死亡的遗体 被砍死的啊 车祸撞死的啊 或者是跳楼啊 支离破碎的这个遗体 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 但我们的戏里没办法把这些东西那么还原 那么真实的展示给大家 因为那个尺度确实太大了 我当时是去殡仪馆有观摩过 在观摩的过程中其实也接触过往生者的议题 然后跟殡葬从业人员 一位叫李思源的 他其实是一个93年的一个从业殡葬前男孩 从一开始想写这个题材 就跟他建立了这个联系 每一集里面专业的一些技巧啊 知识啊 程序啊 这些他都有过过 当然他不是完全一比一复刻现实 但是大体上的这个还是比较相近的 当时去采访的时候 你会害怕吗 一开始进去想着的时候有点害怕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成都殡仪馆 我爸早上开车送我去 看到门口的时候 他就让我下车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就不进去了 你自己进去吧 就是我爸爸很害怕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这几年 大家会有一些转变观念上 但是那种根深蒂固的那种东西还是有 我自己走进去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但是当我一进到那个办公室 然后看到一个像师傅一样 差不多年纪的一个快退休的一个老师傅 然后他正在那调那个颜料桶 然后完了之后又在那跟一个 跟杨兰姐年纪差不多的一个 一个女孩在那聊天 说怎么做回锅肉啊 怎么那些 你就会觉得这还是 但是他们还是长的一个 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拍摄写剧本的时候 你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最难的点就是 因为冰藏业放在我们的这个国情 和文化背景来看 确实有它的这个特殊性 所以既要做到比较有效的传播 也要就是顾及到大多数观众的接受 多佛心理承受力嘛 然后另外一个难点就是因为 每一集它都既有主角的主线成长 然后也有往生者家属线的展现 就是这个想略的安排 情节上让人看明白这一集讲的是什么 而且它那个情感的这个铺陈上 可能也需要到位 最难的地方是时间有限吧 这个戏有很多单元式的人物啊 家庭啊 离世的人 这些人物它可能只有几场戏 但是你需要通过简单的这几场戏 就把这个人一生最重要的这个事件 和最难以割舍的这些情感 去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对拍摄和对演员的 就是进入角色和表演 都是比较大的难度 很多是头天来了定装 然后第二天就要拍这个离世 需要花很长时间去跟演员沟通 让他们进入这个情境里面 小斌的爸爸有一个龙耳人的角色 他能眼神和手势表现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 距离一直称侍者为往生者 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吗 其实往生者这个词 可能在南方这边的殡仪馆会用的多一点 它有一点宗教色彩在 但是其实我自己听到的这个词 觉得它比词者呀 试者呀 更有温度一点 就是它好像并没有走远嘛 还在往生 更让人心里的那种接受度会好一点 所以我把它放在这个距离了 在取材拍摄的过程中 有发现自己对殡葬行业的刻板印象吗 我自己一开始就觉得殡葬业收入 应该是很高的吧 殡葬从业人为 可能都是中老年人 觉得这个行业应该 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给怡婷化妆这件事情 真的是需要胆大心细 而且遗体化妆不是美不美的问题 是能不能还原家属的记忆 就是让家属觉得是我认识的那个人 这个是比较难的 其实我对殡葬行业没有什么刻板印象 不过是大家对这个行业会有一点 因为剧组很多人 然后就大家第一次进入殡葬馆的时候 都会心里觉得这里会不会有一点什么 不干净的东西呀 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晦气呀 或者什么之类的 在那都待的时间长了 就发现那是一个都很平常的地方 就像车站医院 它就是一个公共的设施 然后其实每个人都避免不了要去那的 也不必要有什么刻板印象和偏见 您当时在接触这些人的时候 有谁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有一个98年东北姑娘 黄头发 你完全不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在殡葬馆上班里 体制内的刻板的严肃的那种印象 她整个人的状态是一个很叛逆 或者是很年轻的 她看到一切的事情的时候 她都很平静 你要说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性的 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平静平淡 但是连一个二十多岁出头的小姑娘 都是这种状态 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这个职业 会给人带来的一种心理上的状态改变 她见的生死就是很多 您刚刚说的那感觉 感觉有一点点像三月 是人 但是我们没法给三月染 所以还是黑头发 评论区都觉得殡葬行业的收入很高 三月去殡葬馆工作的时候 大家都说其实她这份工作挺好的 三月她进去 其实不是通过考编进去 她是学徒 但她三个月结束完了之后 她要接受一个正式的一个考试 通过之后也是签合同 殡葬馆的功能 它其实是稳定 但是你说她能有 像我们外界想象的这种 特别高的这个收入 其实也没有 可能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卷 所以导致了 对对对 就是可能大多数年轻人都想上岸 或者是让自己的生活更稳定一点 同学们 快来报考殡葬礼仪专业吧 毕业之后进入工作岗位 会遭到各种亲朋好友的嫌弃 对象只能内部消化 每天累死累活 一个月工资七千不到 另一档题材 之前有日本的入脸诗 有没有想过会被比较 没有 因为入脸诗它毕竟是电影 然后三月是个剧 而且入脸诗它是一个 以男性为主角的 但三月是一个比较年轻的 一个女性 我觉得还是比较 特别的一个视角 中国人的这种葬礼 仪式感的东西 跟日本的是不太一样的 它更多的还是一种 家庭关系 它是给生者一个 相聚的由头吧 就像因为我是成都人 我们成都的葬礼 就比较更特殊一点 就是你来了之后 就是让你打麻将 中国的死亡文化 它其实是有一种智慧在 就是为了把你从 那些情绪剥离出来了 打麻将啊 这种大家聚会的这种本质是 希望葬礼不只是有泪水 它也有活人还要过生活 然后在麻将桌上聊一聊 就是往生者生前的 种种的一些经历啊 好笑的一些事情 去冲淡太过悲伤的这种情绪 死亡就是一种 就像格格说的 它就是一个不可逆的 如果一直沉浸在 这样的情绪里的话 其实是可能会毁掉自己的 编剧您之前的作品 都和死亡有关系 这次写三月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可能是这么集中的去写 是第一次 然后我觉得 我在写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在考验要怎么写死 因为我最终是要回答 怎么生活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写的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觉得挺治愈自己的 我突然想起大部分的评论区 都说要寄刀片 你们有看弹幕和评论区吗 有啊有啊 有有有有看 就说就是要给我寄什么 土特产什么的 要寄刀片 给导演也寄刀片 我还跟那个弹幕的负责组说 一定要保护好我的那个住址 我觉得这个大家开玩笑的 大家就是一种表达方式 大家这个戏就变成 就是就好像变成了一种夸奖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这么不要脸的觉得 但是好像在这个戏里面 大家说给编剧鸡刀片 是一种感动的表达 是一种年轻人 对于我被感动了的表达 我看这个片子就特别好笑 就是第一集有人说 CMP变客户之后 每一集都在猜 谁会是三月下一个客户 然后就大家都会猜 就是谁会被三月 最终那个 我觉得就是大家关注的点 我就是有的时候看弹幕 你不会想到 观众会关注这些点 导演 编剧 你们拍的时候都觉得不道吗 是啊 因为我觉得 这不就是人生吗 你总要面对离别 你总要面对生死 只是人们时常回避它 不去想它吧 如果你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你不觉得这些事很刀的 你们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哪一段 我觉得有挺多段都 我很遗憾 遗憾就是因为时常的原因 其实在剪辑台上 也删掉了蛮多的东西 其中有两段 一段是第一集里面的导演 他有他跟他二姐的一些 过往怎么样的一些交集 其实有交代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有一集里面 有一个往生者家属 他是一个化妆师 然后在他丈夫去世了之后 是他自己亲手给丈夫化的妆 大部分亲属都没有走进过 他们那个操作台 这个人是唯一一个 走进了那个操作台的 然后他一直都很平淡 很平静的 就像画活人 画完了以后呢 他在这个台阶上坐着 等他女儿的车来接他 其实三月没见过这么平静的 他见到的大多数亲属 在面对离别的时候 都是某种悲愤 某种痛苦 但是这个人特别平静 然后三月就想去安慰这个人 这个人就跟他说 说他得这个癌症八年 这八年我就一直陪着你 化疗放疗好转手术 然后又放疗化疗 然后又复发又好转 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 要不然你死了算了 我就放弃了算了 但是转念一想 又觉得还是不能放弃 就是他把那个照顾了 八年的癌症病人的心态 说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很打动我 三月听完他说我这些话之后 才决定要去面对 这个临终关怀是什么 看看大名妙到底在做什么样的 但是这段戏就被删掉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 没有办法在这个里面呈现出来 还是蛮遗憾的 我觉得刚刚那一段其实挺好的 有没有机会放在花絮里 是啊 希望能跟他们提提这个想法 让他们把这个给放进来 我其实也没想到大家会对这个 反应还挺好 这个是意外的 您原来的预想是什么 都是一个普通的戏 没想到大家会这么触动 用他们的话说这么多刀 其实我在拍的时候 我还在尽量克制每一集的 离别生死的表现方式 我也担心如果把这个戏弄得太煽情 或者说太夸张 大家会反感 三月现在豆瓣8点3分了 你们有什么感觉吗 我挺开心的 我一开始的预期 可能不会到这么高分吧 我还挺感谢观众喜欢的 但是尤老师的剧本写得非常好 他越往后看 你越能理解 他面对的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可能反过来说 也像三月一样 观众从一开始对死亡 或者对离别的这种冷淡 漠视 抵触 反抗 随着故事和剧情的推进 就开始变得接受 变得能理解 因为一开始没觉得说 就是这个题材 尽量度有多高 如果这个故事 能去到一些观众那里 能让他们喜欢 能给他们一点感动也好 就可以了 虽然他评分的那个人数 不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 就这一部分人 已经评分的观众里面 能让他们给出这个分数 我自己觉得也挺好的 很棒 我还跟那个同事开玩笑 我说 等评分稳定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看 你们最满意的一段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 高管长去世那一段 我自己是写的时候 觉得是挺感动的 是不一样的一个葬礼吧 我看的时候还有点意外 为什么会刀老高 写的时候就觉得 殡仪馆内的这些人 他们在工作当中 会遇到很多的死亡 他们对于死亡的这种 共情也好 或者是这种看透也好 会让他们怎么去看待 自己的死亡 所以就是会刀一个 然后就是选择老高 就是因为他生前是一个 很乐观 很温和的一个人 那把他写在这里面 其实我是想呈现一种 另外一种告别仪式的一种状态 他的告别是在生前大家来聚一聚 剧本写完了之后 就有同事说 那老高的告别仪式呢 我说已经告别了 就是在生前的那一次聚会 所以就没有再去写他去世之后的 那个告别仪式的场景了 就大家都还要 一开始会有一点讨论的声誉 说需不需要再写一个 我是坚持说不用写 因为写这一集 就是希望告别的可能性会多一些 老高是有一个完整人物线的 他可能更容易完成的比较好 包括师父老高或者是三月自己 他剧本提供给你的这个质点 这个人知道他是从哪来到哪去 我觉得难的部分是没有提供的 你怎么把这个半斤腰来半斤腰走 给拍的没办法 包括大家离世的这些状况 小斌为您抬 然后包括三月自己处理 他父亲的那一段 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那个正常戏的把握 要求是很高的 这些部分还是挺费劲的 能把这些东西都做到 我们满意的时候也不容易 也花了不少货 所以结果还都算可以的 剧中其中一位往生者 是为安抚受害者 为什么想写这个故事 其实当时一个思考的一个缘起 是在于说 化妆师的工作 就是要把伤口给隐藏起来 对吧 那我就会反正想 我说那有没有一些化妆师的工作 就是要把伤口给放大出来 亮给大家看 想到这里之后 我觉得有 或许有一些人 他愿意把伤口展现给诗人看 我就想要去书写为安抚 因为包括这一段历史也好 包括这个 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东西 也是我自己作为女性 一直都在关注的 亚兰姐的反转是故意的吗 其实对 我觉得亚兰 她就是一个很俗世的那种 想要有幸福平淡的 一家三口的这种小日子 但是她也很散 就是我拼命地去追求 但是求不到 我也不会说就要死要活 但是她也会有她自己的骄傲 就想凭什么该得到幸福的人 就应该被伤害呢 现在有一种恋爱观 就是说谁认真谁就输了 那输了又怎么样呢 为什么就不能认真呢 恋爱脑又怎么样呢 就是如果说亚兰 真的没有这个反转又怎么样呢 她也只是一个 渴望幸福的一个人呀 为什么就是大家要把 批评放到一个受害者的身上 我觉得就哪怕 亚兰今天真的是被骗了 我觉得应该被谴责的人 也不是她 三月这次讲到了母女关系 编剧您之前写过的作品 也有提到过 我跟我妈的关系其实挺亲密的 就是因为我18岁离开家来北京念书嘛 每年回家的次数也比较少 回去就相处那么十来天 一开始都挺好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会有争吵发生 都是一些非常小的点 所以我觉得这母女关系 其实是特别难解的一道题 你永远都在说不要像妈妈那样 但是你越长大 你越会发现会有一些地方越来越像她 这又是你的恐惧所在 我会比较多的想要去探寻这个根源 为什么母女之间会那么多的就是相爱相杀的这种时刻 真的是因为囚禁之心有的时候会成疏远的意思 可能你越亲密的人 你看到了越多的这种 你越会懂得在争吵的时候怎么去伤害彼此 可能因为我自己现在也做了母亲 我就会觉得说真的就是两代人 她经历的过往的那些东西 跟你经历的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要求父母对自己的理解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得带着父母去理解这个 他们也同样陌生和不理解的世界 对于他们来说要认知这个 悲速发展的世界也很难 所以他不理解你经历的这种痛苦 你经历的这些矛盾 所以这真的是需要就是不断地反复地去打破去沟通 可能这个争吵的本身 本质也是一种激烈的沟通 三月这个角色在国产剧里还是挺少见特别的 你们在拍摄写作的时候 想通过三月表达些什么吗 其实写的时候还好 我可能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女性 我就是一种本能吧 希望被看到她们的一些困境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认识的很多年轻人的限制 想要表达三月的这个部分 就是她的从一开始的 我还没有真的认识生活 就已经给生活下了定义的这种堂 到一点点的开始正式生死 面对生活 对现实生活的珍惜 这个就是想表达的事情 三月是一个成长型角色 有没有想过她会被部分观众骂 想过的呀 就是当时也会有同事提示说 这个地方会不会就是显得她三观不太正啊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她是存在的呀 是需要给她们时间一点点的去完成自己的这个蜕变 就是想写一个有毛边有棱角 然后不完美的一个普通人 让她会在职场上会犯一些错 她不是一个楷模 不是一个模板 大女主模板不是 她就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那种内心的挣扎 那种矛盾她都会有 就是可能这个人物被一些观众没有办法接受 我觉得都OK 到三月是需要有一些成长 而且这种成长是迂回的 是有波折的 不是说一副就成长到位了 她可能不可爱 但是我还是希望她真实一些 我其实觉得骂是很好的一件事 你拿出一个东西来跟大家分享 她愿意把她自己的想法跟你做交流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可能希望说只有夸或者只有共情才是好的 这些矛盾的或者是产生异议的态度 我觉得是更珍贵的态度 因为它带来了另外一种思考 我是希望能通过三月传单给丹丹 三月在开头的时候 其实就有这种所谓躺平 就是这种固化 她固化的觉得我就应该这样就挺好 但是她听不太进去反对的意见 就是妈妈说的她也不听 谁说的她也不听 真的面对了秦伟这样马上离世的人 她还是会说我挺羡慕你的 就这种话 逐渐的逐渐的 她开始能听进去反对的意见 她开始能听到别人不同的声音了 她开始能理解这个人的人生 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主观世界了 当大家在一开始说三月反哭 不懂礼貌 或者是有些不合时宜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很多年轻人身上 他们不是那么在意的 我觉得任何一代年轻人都有这种反叛境 凭什么你们说的就是不对的 凭什么我就一定得照你们说的来 得通过你真正面对生活 面对工作 面对不同的人 你去试试凭什么 为什么 当你真正弄明白的那天 哦原来是什么 这个才是成功 这次的三月还有导演 您之前拍的她乡是比较善的题材 您会担心看这类剧的受众少吗 现在我不觉得这个东西善 我觉得就是生活 不是都那么高兴的呀 你总有一些不满意 一些控制不了 一些失望 一些遗憾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无论她乡和三月的主题其实是一致的 痛苦跟快乐是一体的 如果没有痛苦 没有离别 你就不太会理解 或者珍惜现在有的这些存在的身边的人和事和拥有的快乐 你就会觉得很平常 这也是我们想要去通过这个戏表达的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吧 想让大家如果能看到这个离别生死的这些反面 能够珍惜现在线下拥有生活里面这个世界的花花草草的美好 看到日出日落阳光雨雪 这些都是很美好很珍贵的东西 你可能觉得日常平常 可能觉得不知一帅 但是它真的不是那么一所当然的 要带着这种感恩的心情去面对生活 这些林默导演和游小益编剧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 最后还是想要安利一下 我们的三月都办8点3分的两星好剧 用一个丧丧酷酷的95后女孩视角 从横冷门的殡葬题材的角度出发 最难得的是讲了死亡问题 社会议题的时候不刻意煽情 克制表达会有点小丧 但是相信你看的时候会得到治愈 刚好三月大结局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如果不亏哦 关注娃娃娃妹 我们在这里 再见哟